国内又新增了一例本土登革热个案 机关署7号公布国内登革热新增个案 为一名桃园的19岁男学生 因为反复发烧 就医后确诊 目前住院治疗中 机关署初步推测 个案一次和当地本土群聚案例有关 因为目前16件的本土登革热个案中 就有15例在桃园 而且大多是在同一里 因此将加强巡查 民众如果没有清除积水容器 导致滋生并没闻幼虫 屡却不听将开拔最高15000元 目前已裁拔了期间 卫生局机查人员仔细抽取积水容器 要弄清登革热个案的感染源 7号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个案 这名桃园的19岁男学生 8月29号因发烧及肌肉酸痛到诊所就医 31号又反复发烧 再次就医后 经登革热快筛成阳性 目前住院治疗中 有一个案没有出国时 机关署初步推测 感染源疑似和当地本土群聚案件有关 卫生局不敢大意到个案住家附近消毒巡查 发现汽水容器也立刻开机查 督导弹劝导 那卫生局也针对住家 以及周边的这个部分呢 环境来实施这个化学防治作业 也并且完成这个病霉纹防治的这个密调 以及自身员清除 根据统计 目前国内登革热个案共79例 多为东南亚国家境外移入 但仍有16例本土登革热个案 其中15例在桃园市多为桃园区长安里寻具个案 另外一例则是在新北市 民众应该要加强户内外的这个环境整顿 那落实寻道清刷这四个步骤 为避免民众没有妥善处理积水容器 卫生绝经查核将开罚3000到15000元发还 目前已经裁罚7件 上有15件代裁罚中 民众可别贪图方便 却伤了荷包 记者林住强桃园报道